哈喽 大家好 我是长毛大使学 我本来想是存够几箱粉丝寄过来的门盒给大家一起拆的 但是这个粉丝比较极够发销起来 我提前给大家看下究竟是什么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是粉丝要寄过来给我定制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人啊 这是它的脸 这个是它的头带 头发 然后还有这个是胸 特别像一个少数民族女性的一个侧领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帮它来处理一下 看看这块手的造物手里它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影 那这个人影的话我们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不动它 第二个方案是在现有的人影基础上给它雕刻一点人物的造型出来 比如雕刻一点头戴啊 眼睛啊 鼻子啊 这些 然后发饰啊 都给它雕出来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天然形成的 如果我们后期强加给一些修饰上去的话 反而会破坏掉这个石头它最关键 最精彩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选择第一个方案 人形的部位就不去动它了 我们会发现它的肿水还不错的 冰杆还可以 各方面它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感觉 但是为什么大一看它就会感觉黑黑的默默的 这个东西就是一块油清料 油清料就是这样的 它的底子会比较灰 我们结合早速民族女孩的特点的话 我们考虑到用一些蚕枝花去处理 因为蚕枝花做完之后它光也会进去 然后冰杆啊 它各方面种水也会调出来 第三点就很细微了 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它这里是有一个切口的 它当时切的不是很规整 这里是有一个阶梯的一高一低 正常情况这个是要给它抹平的 但是我想的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那我就站在它阶梯上面做一个修饰 我们叼一个纱杖 类似于蚕杖青纱那种的感觉 然后有一个若隐若现的美女 在这个青纱的背后 有一种风吹过的感觉 然后背面全都是蚕枝花 那我们现在就来制作它 这一件作品呢 其实出来的效果 比我们之前预想的效果要好很多 孵出我们想表达石头本身的一个特色 虽然它简单 但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做 其实这个我要讲到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工艺复杂程度 并不代表说这个工艺有多好 我们真正好的工艺 它是要提升这一块石头的一个种水 和它的一个特色 就像比如一个淡面 淡面有5块钱的工 有15的工还有50的工 还有300的工 做好的话 那你这一件作品就做的是很完美的 好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你们对这一件作品怎么看呢 我是长毛大师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